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是我站在醫院門口 我在台大醫院工作 站在醫院門口 那我發現來醫院的人 他可能不是講英文 他有可能是我講的英文他聽不懂 他講的英文我聽不懂 所以溝通上面遇到一些障礙 那直視之故 我學會捆綁行李 就是我去拜訪了非常多不同的朋友 那現在這個是舊版本了 我現在拜訪的單位超過100個 大概是110個左右 有產官學研社 有產學界 就是政府單位 公部門 NGO 然後地方的社區 在地的使用者 那一開始做這個呢 其實是為了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站在醫院門口 然後我不會講法文 不會講西班牙文 不會講越南文 不會講印尼文 但是我需要醫療通意 然後後來發現我做這個版本 我同事也有需要 然後台大醫院體系七個分院 就是在全台灣有台大醫院相關的體系 有七個分院 他們也有這個需要 然後我去問了其他人 像是在地的藥局 或者是地方其他的醫療院所 還有第一線有醫療需求的人 他們都有這個需要 然後我又去問了其他的人 像是新住民 新二代 移工 在台灣的外國朋友 在地的NGO 藥局 公民科技社群 還有前往新南向的人員 他們都有這個需要 我每天都在想 是不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圖卡 變得更友善 更溫柔 那做法是什麼呢 我把以前的一張圖 現在我把它做成一個Infographic 它是一個Web的系統 所以我可以很快速地 把圖卡上面的資訊 翻譯成各種多國的語言 然後它可以朗讀 可以把上面的字 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 然後它可以複製翻譯貼上 以前醫院的公告 它是一張圖 你要用網路去搜尋它 你根本就搜尋不到 大家問我說 台大醫院不是有這個服務嗎 為什麼我上網找不到 因為它是一張圖 所以很難被搜尋 現在做成了資訊圖卡 上面的字都是可以被搜尋的 所以它是一個網址 你搜尋得到它 它不再是一個找不到的服務 現在所有的公部門 都有出這種圖卡 或懶人包 但實際上它很友善嗎 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可能還不夠友善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做一個 open source的 開源的一個方案 然後這個系統 它可以讓公務員 把資料填上去 瞬間網址後面只要打JSON 所有的公民社群 就可以拿到open data的資料 不再需要看著一張圖 在人工踢成 可以用的資料 就是我要從源頭改變這件事情 我就是源頭 我從源頭就要改善這件事情 而不是讓每一個公民科技的朋友 自己在那邊看圖片 OCR在那邊key資料 太奇怪了 那我希望這樣子的系統 從我先從醫療體系開始推 接下來每一個所有的公部門 我都希望可以去敲他們的門 告訴他我有一個系統 現在有開源 要不要用 來試試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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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